长荣大学的校园里 经常可以见到鸽子在觅食 这却让该校的关怀生命社学生 很不高兴 因为鸽子会吃他们给流浪狗的饲料 该校的关怀生命社 是以照顾流浪狗 宣导领养不弃养 以学域代替扑杀为宗旨 但有网友抠除 有只鸽子疑似飞进该校狗笼内 吃狗饲料 有学生进将狗放进笼内 虐杀鸽子 还能写问可以直播杀鸽子吗 其他人则跟着起哄 直播的学生还说 想看的可以私讯他 最后还提醒不要外传 讽刺的是 关怀生命社外海张贴 你可以不喜欢我 但请不要伤害我的海报 却不把鸽子的生命当一回事 放狗咬鸽子 校方表示 这件事是发生在今年3月 校方得知后马上进行调查 学生把鸽子跟狗关在一起之后 学校当然立马就是 有去跟学生提醒 这件事件的严重性 有6名社团干部 涉及此事 有5名已离开社团 学校就是 请他们有做一些生命教育的提醒 一名开社的干部 也上网道歉说 当时鸽子飞进狗笼时 有人将门关上 但没想到 有一名学姐放狗进去咬死鸽子 这是他们犯的错 希望未来可以照顾生命 更理解生命 动新闻台南报告